在白底的车身上印上狗狗医生的图案 新竹县动物绝育车正式上路 新竹县内多数乡镇缺乏动物医院 民众若要替家中的犬猫进行绝育手术十分不方便 在动物绝育车上路之后将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未来绝育车也将配合321方案以及TNVR工作 加强推动县内犬猫绝育 我们新竹县里面 就是包括宝山 新浦 琼林 鹅梅 尖石 武峰 横山 八个乡镇 因为它这乡镇室内没有动物医院 所以没有兽医来帮忙民众来做犬猫的绝育的服务 所以这台行动绝育车 就可以直接到这些乡镇那边去 来为民众来执行那个全猫的绝育的服务 它是被设计成为可以在那个就是在户外 独立作业做那个做一些那个全猫绝育的手术 那未来我们那里面的设备有包括那个手术台 一些无影灯 手术刀 还有那个我们一些晶片植入的一些设备 那我们配合我们三合一的活动 这个所谓三合一就是 混龙犬猫的免费绝育 还有晶片植入 还有矿泉病预防注射 来服务我们我们县内的民众 动物保护法自104年增修之后 为家中的毛小孩绝育 已经成为四主的责任 从物绝育后不仅符合法规 还可以预防老年时常见的生殖系统疾病 为了家中毛小孩的健康 请四主一定要配合绝育工作 开破新竹简术期采访报道